真相大白 郭艾伦发飙原因找到 自家人互撕 球迷直呼哭笑不得最近常规赛 也都是进行了一场 焦点大战 最终辽宁队是以两分的微弱优势战 胜了深圳队 对于深圳队来说 最后面还有两次 三分出手绝杀对手的机会 可惜没能投进的 对于辽宁队来说 张震宁也都是贡献了 准绝杀的补篮 辽宁队能够战胜深圳队 继续自己的连胜 继续保持积分榜榜首的位置 过程怎样跌宕起伏 总体来说结果也都是好的 这场比赛过后有一些事情的发生 也成为了球迷跟媒体热议的话题 比赛结束之后 郭艾伦也都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动态 社交动态当中说 他不喜欢别人叫他大侄子称号 对于外人来说 大侄子称号已经是叫了很多年的 他多次表示很不喜欢这样的称号 他说这称号有点不尊重 郭艾伦是郭世强指导员的侄子 年龄最大的侄子 在谈到郭世强的时候 用大侄子来称呼郭艾伦 很多球迷跟媒体 把郭世强称作为老叔 是同样的叫法 这一种叫法在南方广东 并不是一种不尊重人的叫法 所谓的别的称呼而已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于郭艾伦来说 究竟是谁叫他大侄子 可以同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找到答案 在叫做辽宁篮球的社交媒体号上面 也都是找到了他在1月8号 也是郭艾伦拿到了州最佳球员的时候 还带了一句恭喜大侄子的说法 最终找到原来辽宁的一些篮球 媒体的一些媒体账号 大水冲了龙王 没想到叫郭艾伦大侄子 让郭艾伦发飙的 原来是辽宁的一些篮球媒体 对于这种说法确实还值得是质疑的 对于郭艾伦来说 也没必要把精力放在场外的困扰当中 更重要的就是把精力集中在比赛当中 这么多年来 辽宁队也仅仅拿到了总冠军 对于郭艾伦来说 也成为总冠军的成员之一 他还要在CBA联赛当中证明自己的话 也都是要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他没有曾经拿过的 常规赛的MVP 赛季能不能击败胡金秋 拿到MVP 都是要关注的 别人的称谓对自己并没有很大影响 至少自己要打出高光的数据 不管怎么称谓 自己也都是最强的球员 这样才是有很大的说服力的 所以郭艾伦没必要再去跟球迷 跟一些媒体人追究事情了 把全部精力放在比赛当中 这才是最关键的 郭艾伦今天的比赛 再次因为情绪的问题 吃到了技术犯规 这也应该引起重视 郭艾伦发标事情 也都是要分开两面的对待 对于后续事情的发展 大家会持续关注的 这样的情况也不应该发生 希望一些球员或者一些媒体 不要用大侄子来称呼郭艾伦了 毕竟球员不喜欢 直接叫他名字就可以了